第四位 第四位 菲律賓馬尼拉的特產 喇叭聲 塞車鎮 還有 12345678 超載的工程 車子夾擊 出入驚心 踏上菲律賓塞塞塞 還好有 好關係 請來警察開路 甩開三小時塞車的 原來是他 帶著我們換車的廖伯翔 一路向北 來到這距離馬尼拉 250公里遠的碧瑤礦區 礦藏量佔菲律賓前三大 前往礦區的路 都是很小 然後很陡 有時候是石頭路 所以說一定要換石頭路 這一趟他帶著一行人 準備考察新合作的礦產 但路窄 黃土實路 顛簸難行 路都是這樣 沒有好路 兩旁茂密叢林 重複的風景 好不容易開了20分鐘 鼓叫聲示警 荒涼 雜亂廢棄鐵片 鐵皮搭建的污設 原來這已是當地 頗具規模的礦區 經過了6個小時的車程 我們來到了菲律賓的碧瑤市 像這樣的小型礦場 都在這邊有一千多個 而在這裡還可以看到 最原始的人工採礦石 就在這裡面 跟著爬上南斗山壁 我們直擊 這個得90度彎腰 一個人生的窄小礦坑 慢慢向前走 一錘一錘 頭戴探照燈的工人 慢慢敲響礦石 這就是菲律賓 還能見到的採礦方式 你只能看到鋼 這是鋼的鋼 沒有辦法很距離看到黃金 金礦砂 看到那個都是金礦砂 菲律賓礦深不易採 很盡量多少都是未知數 一百多公尺長的礦道 是他走在前頭的Rain 13年累積的工作命脈 怎麼煉金的他這樣做 踩下的礦敲碎後 放入滾桶中加水 老舊的設備 蓋子都還得用人工手動敲緊 才能轉動 這一轉只是粉碎礦砂 就耗上四個小時 工人賣力鏟著的不是混泥土 地毯上檀樓的礦砂 都要小心清洗 因為眼前所及都藏有黃金 一般人覺得說鑽黃 就是煉黃金的人 他會很富有 但是其實他們是很貧窮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時間長 人力多 變成說他們 都把時間跟精力都消耗掉了 就算一個月 練個半公斤 然後可能要四五十個家庭去分 像這樣一個煉金廠 Rain撐起數十個家庭 沒有機器設備 掏金全靠手工人力 沉重礦砂加水搖晃 黃金泥肉眼可見 然後他用水洗有沒有 黃金的比重比較重 就會留在這裡 我們實際去生物 去礦局了解之後 才會說 原來他們的生產技術相對落後 而且是用了比較不環保的 波及尿劑 清化物網水 這個都是對環境危害非常大 原來紅色一大缸 將近一層樓高的桶子裡 放的是有毒物質 水洗後殘留的尾礦 要三到五天 靠清化物玻璃黃金 沒有 因為砂砂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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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持噴槍開始燒金 真金不怕火烈 經過四十分鐘 黃金真的就在眼前 但猜猜看 這顆黃金有多重 有 放上襯子 答案揭曉 三百多公克黃金 這是五到七天的成果 像這樣 從採礦到煉成金 一個月平均兩塊黃金 要養活全部礦工 我們今天不幸運 一天 約700克 24個工作人員 他本身所有的員工 都是他的親朋好友 總共有47個家庭 那他不希望他的這些員工 他的親朋好友 都暴露在這些有毒的物質上面 耗食費力 更糟的是有毒物質 對河川常年破壞 六博祥會如此驚嘆 因為三年前 他帶了20萬險苗 要來菲律賓養殖 賣帝王險 沒想到全死光 來這邊養帝王險 因為我本來是賣帝王險的 來這邊養帝王險 我也覺得說不錯 可是養不起來 養不起來 結果我就 我就跟同事講說 麻煩他們看一下這邊的水質 結果都是污染 然後往上游看 哇就是煉金的 一追才發現 一切都是煉金污染河川 讓他陪慘了 這對曾風光一時 在海上呼風喚雨的 漁業大和廖伯祥來說 無疑是重重一擊 不說不知道 19年前 廖伯祥和家人 就是跑船做漁業生意 專門收購飛國漁獲 長年累積台飛人脈 和當地參議員 漁業行政首長都是好麻技 甚至台飛漁業糾紛 他是最佳調解人 那後來漁船被抓 還是我去協助他們回去的 因為我在做漁業的時候 因為他們落後 沒有漁船 都是一些小船而已 然後小船在海上拼搏 就像我們教科書 以前小學教科書寫那個 爸爸捕魚去那個 真的是這樣子 海上拼搏看漁民不會釣魚 他還親自買漁具 教非國人方法 但一次走偏誤入歧途 非把攜帶槍支 一趟回家的路 走了快九年 當然做錯事 這我必須承認的 因為我覺得 因為小時候 難免就喜歡 逞胸打鬥 但是我也沒有說 去害人家還是什麼 當然做錯事就是做錯事 然後我也付出代價了 其實被抓到的 那一刻開始我就後悔了 這一趟回家的路 走了八年多快九年 其實我也很認真 在裡面也讀到大學畢業 當然回來以後就 蛻變了 金盆洗手後 老天給的第二次機會 是回到菲律賓 靠黃金線都站在一起 煉金被水的污染問題 困擾著他 冥冥中老天爺在此時 送了他一個大禮 一趟回來 巧遇台灣博士徐錦祥 是研究環保煉金的國際專家 我們去他們實驗室 去做實驗給他們看 波金跟波涅的實驗同時做 然後做出來的結果 真的是讓他們很訝異 千萬物質早要72個小時 然後我們4個小時波金 波涅他們最快要8小時 我們兩個小時就波涅 而且他們8小時波的是42% 我們兩個小時波的是80幾% 首能直接碰觸藥水 台灣環保駁金技術 礦砂煉金最快4小時就完成 比起菲律賓產量增加近10倍 讓菲律賓礦業局也嘖嘖稱奇 我們目前已經掌握了 就是有三個礦區跟我們簽約了 然後就是要把博士那一套 練金的辦法引到菲律賓來 然後再跟他們合作 當然一開始他們還是會 存在著懷疑的態度 但是我們把我們練出來的精子 把我們的技術給他們看之後 他們眼睛就亮起來 為什麼你們的技術會比較好 為什麼你們的速度會比較快 從懷疑到眼見為憑 廖博翔帶著團隊上山下海 深入菲律賓礦區 如今讓菲律賓三家礦場 礦業局礦海合作 每個研究都願意製造更多的銀 如果可以製造更短的時間 可以製造更短的時間 所以可以製造更短的時間 可以製造更短的時間 然後可以製造更多的地方 在我的人生中 它幾乎是我的第二個故鄉 我也希望說能夠把台灣的技術 移轉到菲律賓來 讓菲律賓的人共享 就是這個技術 讓他們能夠得到一些 生活上的改善 原本生產礦區在這裡 礦砂工業來源都很近 等於說礦砂進來 然後我們的藥水跟技術 直接在這邊體驗就可以了 廖博翔一如當年 教菲律賓漁民釣魚的心 這是他再次相信自己 人生古典翻身 沒有不可能